出了这么大纰漏 你得不怀疑不染吗 你就那么希望我怀疑她 我怀疑她什么 怀疑她泄露设计图给一华吗 我和你认识她多长时间了 她是这样的人吗 今天竞标现场 最诈力的新闻是 不染爱一华董事长耳光的视频 我还听说 凯瑞姐突然离职 也是不染作怪 当然是她 你当她什么好东西 陆总不喜欢同事之间相互议论 小杨 好 这么晚来公司 有事吗 哦 我 我那个 钥匙忘记拿了 我回来拿一下 不然刚把古香设计图做完 你动作小心点 也不知道她保存没有 好 我知道了 你请假 就是为了背着我准备另外一套设计图 有了福利院的前车之鉴 我多做一套备选方案 也是经验之谈 所以你怀疑 是不染泄露的设计图 我只能说今天是个意外 我只是让陈曼妮在不染的版本上创新 这样的确能够增加胜算 说到底 让不染难堪的是一华 不是品尚 更不是我 是 你今天高瞻原主替公司挽回了局面 但公司那么多设计师 就算你信不过不染 为什么要找陈曼妮 公司跟陈曼妮的一切合作 在创业的时候 老板说我们做建筑行业的 永远要把设计师放在第一位 今天却要为了不染 要把陈曼妮这么优秀的设计师拒之门外 老板 你以前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一气庸实 出了这么大纰漏 你都不怀疑不染吗 你就那么希望我怀疑她 我怀疑她什么 怀疑她泄露设计图给一华吗 我和你认识她多长时间了 她是这样的人吗 好 那你告诉我 是谁做的 原来你早就猜到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把波然赶出品伤 她是一家人 就不该留在这里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思琪的记忆设定了 但是老板应该或许记得 思琪的伤是怎么来的 爸爸当初 从楼上一跃而下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没有注意到一辆车转过来 是你把我推开的 这个疤 就是你替我手上留下的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没有 既然老板记得那么清楚 那一定不会辜负思琪的吧 今天就算站在我面前的是思琪 我也是同样的态度 来吧 你把我推开 就当 kissing你 我也认为了 覆栅心 那一点 很痛的